出来拍点啥呢 拍点啥呢 要不拍拍这个吧 Z4 M40i 英明 说实话我就卖个关子 顾忍一下玄虚 没有硬车 我能出来干活吗 等网友把这些活干完了 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收购报告可以看了 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这台车的一个背景情况 车是哪一年呢呀 19年 19年得是最早的一批Z440i的 三万多公里 两年三万多公里到底正常 这轮毂是原厂的吗 哇 现在宝瓦的轮毂都这么骚了吗 原先那老Z4的给我的感觉 因为我以前又有一辆Z4 然后他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 有点在某些方面走极端的车 对 他的那个 人坐得太靠后了 你屁股蹲在后备箱里的那种感觉 坐后备箱开车呢 我常说的 对 然后你的那个屁股底下离那个它 我们转弯时候那个 转的那个圆心 特别的近 转弯时候呢 我们叫 转弯的那个中心啊 特别的近 所以你会感觉别的车在转弯的时候有一个公转 然后你坐在那里就是一个自转 原地转一圈那种感觉 很着急 对 但是灵活精神很强的 对 那个大鼻子其实影响倒不是特别大 因为他那个大鼻子 呃 只是在他这个车子当中显得稍微长一点 对 老款的那种 但是实际上跟普通的三项小车没什么太大区别 开西方的就好 其实 对 不过这个截止目前看 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跑车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还是第一次 你开这个车 你别说了 我们都是第一次 这就做二手车的一个坏处 就是别人都已经玩腻了 玩玩玩的都非常熟悉的车 我们没摸过啊 哎 比较尴尬 但是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看我们平台上推出的这个车员啊 各种各样的故事啊 都意味着节目里的这台车 你能够买得到 而且价格会非常的平易进人 咱也不能说是特别特别实惠吧 但最起码比新车要划算很多很多 感兴趣抓紧时间想说 因为我估计这台车很快就很美 3.0的嘛 很快的 我有一个邻居 其实有一辆2.0的那个Z4 他也是最早的一批 然后很早就定下来了 20年上半年拿到的车 天天当个宝贝一样 这只要是两天不开 绝对照着车衣 这是属于那种上车就能 嘴角上扬的车子 我们来打开机盖看一下 哇 带着M Performance标记的一台B58的发动机 这台车应该是450公里 250千瓦 比起之前的Z435i呢 其实肯定要高出那么一丢丢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但是无论是老款的N5还是现在的B58 我觉得Z4配了6缸的发动机才是能够释放出自己全部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啊 这个就是那种就像汪洋说的就是那种坐进去开一圈就让你嘴角上扬的那种车 你看这个机盖的造型还是那种包天包地啊 传统的Z4的造型 然后这边有一个机盖弹起的这种行程保护 所以万一弹的话 这玩意儿可能要不少保险费啊 咱们这台车车存险什么的都得买足了 车子的外观有很多这种装饰件啊 从前面到后面都有好多好多 然后前车主要贴了很多的这种防擦条 而且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下面上面都贴 然后这里贴我还能理解这里贴是为什么 然后收购顾问告诉我就是全车贴了车衣 这个我刚才倒没注意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边缘还是能够看到有明显的这种车衣的这种痕迹的 一摸到处都是啊 看这边能不能看到 这边也是可以看到的有那种车衣的这种痕迹 趁着王阳在做收购报告的这档口 咱来开一下棚呗 现在宝马的这个起码就放这了还是不太习惯的啊 一点都不传统 哎呀这才是春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打开棚感觉这台车更帅啊 这个感觉实在是不一样 非常运动化的这种座椅 防滚架 防滚架上面还带着个小Z4的这种字符啊 气氛渲染的是非常的到位啊 车子是刚刚到店啊 这个刚从上架的手里开过来 所以内饰还没有完全的清洗 它的这个座椅上面呢有一些 可能裤子掉色的这种痕迹 这个是可以很轻松洗掉的 而且主驾驶和副驾驶这个颜色啊 如果肉眼去看的话 还是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的 副驾驶就是一个几乎全新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仪表台上面有一些灰尘 这些灰尘应该是很容易就清除掉的 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台车应该是没有什么 太多需要整备的地方了 众所周知啊 就是咱们的这个Z4呢 是宝马和丰田联合开发的 丰田那边呢 就是Super啊 我们的大牛魔王 对不对 这两款车其实上市 以前以后有个两三年的这个跨度差 Super啊 现在也进入到中国市场了 然后价格是非常的不清明啊 比起Z4来性价比更差一些 我就想起来之前86和BRZ 是斯巴鲁和丰田进行一个联合开发 但是我自己觉得啊 可能丰田就出了个收音机 而且跟整体的这个内饰 还是特别的不搭掉 斯巴鲁的内饰都是红色的背景灯 丰田的收音机是绿色的背景灯 然后你去看看这个Z4 你在它身上真的很难找到 丰田的这个影子 你说收音机吧 人家是iDrive 不可能任用丰田的对不对 动力系统肉眼所见 都是BMW的东西 可能这次丰田啊 真的就只出了个保险杠而已 我们也不打扰汪洋工作了啊 关于Z4更多的 关于驾驶方面的这种东西呢 我们再做一期视频 好吧 我先撤了 我们再做一期视频 下堂的接着 说三次 各 Voice 下堂的接着 设计 这 year 你 你 吃 你 点